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摩羯座的真心为什么难打开 对于如何走进摩羯座的心 似乎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 因为这个星座是一个很难接受别人的星座 他们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城堡 自己不愿意走出去 也不想让别人走进来 他们总是愿意把事情都憋在心里 不想说出来 更不想表达自己的情绪 所以大多数的人 尽管生活在摩羯座的周围 但依旧不了解他在想什么 他想做什么 就算你们认识很久 你也不一定了解他 这个星座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严了 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和别人有任何的交集 所以想要走进摩羯座的心 并不是靠时间堆积就可以达成的 这个真的需要运气 如果运气好 你可能很容易的就走进去了 如果运气不好 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 这个星座是一个比较相信缘分的星座 他们认为两个人能相识 相知 甚至相恋 都必须要有缘分做保证 就算他们嘴上不相信这一套 但是心里还是期待能遇见 哪个和自己心灵相细的人 所以想要走进他们 你们就要谈得来 摩羯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表面上 他们爱逞强 私底下很多摩羯是爱哭鬼 他们是不愿意在人前掉泪而已 所以当摩羯被人爱护的时候 他们会很感恩 并把这些都默默记在心里 也期望能回报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感动他们的事物 是他们能继续相信 人性有光明温暖一面的动力 遇见伤痛的时候 摩羯会原谅自己爱的那个人 而且还会很愚蠢地给那个人找到伤害自己的理由 一面因为怕失去爱人 一面因为想安慰自己 不管你给摩羯带来的伤痛是怎么样的巨大 但是只要摩羯还有一份爱你 就一定不会为那99分的痛而说出分手 即便说了 那也一定只是气话 摩羯一定还会回到你的身边 选择原谅 要想走进一个摩羯的心里 光有喜欢和爱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懂摩羯 要懂摩羯逞强里的柔弱 给摩羯精神上的支撑 要懂摩羯快乐里的忧伤 给摩羯心灵上的呵护 要懂摩羯的蛮横不讲理 准确回应摩羯眼中的期盼 要懂摩羯心路走向何方 和他风雨同行 摩羯的要求其实也不多 只是想找一个完全懂摩羯的爱人 摩羯做的爱需要时间 会喜欢很多人 却很难爱上一个人 喜欢细水长流的爱情 不喜欢做决定 小事情随便怎么样都行 没所谓 大事情很喜欢听朋友的意见 如果摩羯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旦下了决定就算全天下反对 也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一一孤行 其实有些是他会靠直觉 不过摩羯做的直觉 大多时候还蛮准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似的感谢您的观看 跟着秽筒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